这个国家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我们刚刚看到有三个地震里头 在4月16号 伊朗跟巴基斯坦边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地震 而是规模高达7.8 一个封闭的国家 它最可悲的是 当它面临地震的时候 国际不能救援它 因为国际连它的情况也不了解 它也不影响国际要求救援 在当地孤魂的老百姓 没有人看得到画面 也没有人有办法去援助他们 据说这一次这么严重的 整个伊朗跟巴基斯坦地震 死伤的人数绝对不是官方 应该报道出来只有死亡40人 但是目前为止 官方的正式数字只有40个人左右 而巴基斯坦前总统穆萨拉夫 在这个礼拜更出现了重大的新闻 他居然在被逮捕法庭 要求当庭逮捕起客 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叫随夫带着他 就冲出了法庭 我们只能说 诞生在这两个国家 包括伊朗跟巴基斯坦的民众 不管是他们所面临的大自然环境 还是他们的政治领导者太不幸了 值得注意的是 人类过去所拥有的三大地震的记录 一个就是发生在伊朗 一个就是工程大海啸 另外一个就是南亚大海啸 那么这次伊朗地震 是不是代表着全球的地球的变动 真的很值得我们注意 降震发生后 土砖房应声而倒 居民围绕在废墟旁 行有遗迹 不少人遭崩塌的石块 击中头部 仅有的几辆救护车 四处会伤患 进行治疗爆炸 伊朗官方电视台 第一时间发布地震消息 正阳在伊朗东南 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 由于当地多属游牧民族 死伤数字难以妥计 一开始的消息说 40人死亡 后来撤掉了新闻 立民官员改称 正中位于沙漠地区 人烟稀少 没有伤亡 而伊朗国家电视台 稍晚又改称 11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此外 距正中950公里 伊朗唯一的一座 布什尔核电站 并没有受到影响 由于当地通讯中断 外界质疑伊朗官方 报喜不报忧的消息 美国地质探勘局说 地震规模是7.8 震源深度只有15.2公里 是伊朗50年来最大的地震 临近的多个海湾国家 也感受到强烈摇晃 而与伊朗相连的巴基斯坦 灾情惨重 官方证实至少40人死亡 300多人受伤 光是在马什盖尔地区 就有超过3000栋土胚房损毁 由于受伤人数太多 医院不得不把病床架在广场 卫生条件堪率 当地正缺帐篷 医药水和食物 巴基斯坦军方试图派遣 两架载油医疗队伍的直升机 本府灾区 却遭遇沙尘暴折返 恶劣的天后 让救援行动显得缓慢 事实上 这已经是本月第二次 震药在伊朗境内的强阵 4月9号伊朗西南的布什尔 发生规模6.3的地震 造成37人死亡 800多人受伤 两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约3000人无家可归 而该地区处在欧亚 阿拉伯和印度三大板块交界处 本来就是大地震高发危险地区 加上当地房屋建材 几乎是难以抗震的泥砖 往往是一有地震 就死伤无数 2005年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大地震 就导致73000多人罹难 而这一次在两国边界上的地震 随着通讯和交通恢复 回报伤亡人数恐怕还要上升 而在这一次镇阳旁的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克拉茨 人们在地震当下 全跑上了街头 事实上克拉茨在这几周 也是一场政治地震的震样 巴基斯坦前总统穆夏拉夫 在上个月底结束四年海外流亡 从英国回到家乡克拉茨 并宣布参加5月的大选 军人出身的穆夏拉夫 1999年成功发动政变 2001年宣誓出任巴基斯坦总统 他靠着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 成为美军在阿富汗围剿塔利班基地组织的重要盟友 而在美国的援助下 穆夏拉夫主政十年经济快速发展 但毕竟是军人独裁统治 穆夏拉夫的高压统治引起国际舆论批判 它更涉及多起政治对手的暗杀命案 美国人最后过河拆桥 在2008年穆夏拉夫被迫下台流亡海外 很多巴基斯坦人认为穆夏拉夫在任的那十年 是他们的所谓叫黄金十年 因为跟现在比的话 那那个时候日子确实好过多了 又有美国人的支援 又有他的反恐的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而现在穆夏拉夫再回来 可能依然还有能有这个背景 能有这个资源可以借助 而且他可能还有很多的军队的这种支持 过去四年的巴基斯坦 好不容易摆脱军人统治 但文人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人诟病 70岁的穆夏拉夫不甘寂寞 靠着军方的支持东山再起 而他的回归背后也有着美国因素 美国战机轰炸巴基斯坦边哨所事件之后 迫于国内压力的巴基斯坦政府 降低了与美国的合作 不但切断北约驻阿富汗军队的补给线 更干扰了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打击 同时巴基斯坦在外交上对中国一面倒 也对美国的战略形成制约 而重新扶植莫夏拉夫上台 可让美国在中亚地缘政治上得分 美国人说不出来的盘算 穆夏拉夫可是撩落之掌 但穆夏拉夫回国后 不但要面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暗杀威胁 还有施法的挑战 他被控在2005年实施紧急状态 并迫害多名法官的叛国罪 18号进入法院 虽然法官下令当庭逮捕 但穆夏拉夫头也不回地走出法院 在随护车队护送下 直奔伊斯兰城郊区的豪宅 没人敢拦阻 大批民兵驻守穆夏拉夫的驻守外 这些全是听命于军方的部队 也显示穆夏拉夫对军方的影响力 然而他的参选申请已遭到驳回 以正规管道回归 似乎已不太可能 穆夏拉夫能否有下一波反击 全看军方能力挺他到什么程度 这让如今的巴基斯坦 笼罩一股不安的气氛 不太可能 我费的